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是觉得amazing的就是巴西的粉丝很热情 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来到中国的武汉只是小组赛 然后其实大家给的掌声以及欢呼都是不分任何队伍的 只要有好的操作大家都是会给尖叫和支持 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因为今年大家也都莫名的觉得是英雄联盟非常重要的一年 对于LPL来说 也在中国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 包括我们的陪练团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觉得今年既然是在自己家里要打这个比赛 肯定是希望做好最好的准备 然后要大家看到LPL队伍的实力和进步 那当然走到现在喜优参半吧 对LPL来说 现在RNG跟WE的状态 我觉得因为今天刚解释完WE的比赛 确实觉得发挥的很好 也是希望他们接下来能够乘胜追击 继续去保持状态 然后RNG也是 就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记性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是能想到一点什么 不管是废话还是有用的都会先写下来 然后每个版本的更新所有具体的都会写一遍 因为这样子我会多多少少会更加深的有印象一些 就是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具体分析 因为我们的男姐说也有控场也有分析 所以搭档起来的话 如果当时控场和分析都有了 那么女姐说可能更多的补充一些 然后发挥出自己想要说的东西就好了 而且我主要做的是分析位 所以一般控场都会站在中间 然后会站在旁边 然后所以小本本上一般记录的更多 可能是根据数据有关的 或者自己想要去点评的东西 觉得他很棒 因为去年我刚通过解说招募之后 就很想去世界赛看 然后呢没有机会 因为那一年好像出了点问题 刚好我也大四 所以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没能去 但是小花生是我蛮喜欢的一位韩国选手 觉得他很棒 希望他加油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 就所有的前辈也都是这么跟我说的 一开始我会觉得哎呀好委屈 但是现在会觉得大家如果能互相理解 也是对我的解说有帮助的 那我觉得如果是善意的提醒 我是一定会去接受的 当然会尽量减少自己的口误 如果说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是没有什么错的话 我还是会去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也感谢大家给我提的宝贵意见 我会继续加油的 他说 感谢 感谢